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越懒越要运动 因为每天可以坚持一定的适量运动 然后微微的出汗 可以加速湿气排出体外 第二个呢 如果说您实在不想蹲的话 就在家里泡脚 每天早晚各一次 因为这个泡脚不仅能够促进身体内的湿气往外排出 还能排出身体内的一些毒素 增进食欲促进睡眠哦 第三点呀 饮食一定要清淡适量 因为往往湿气重的人呢 他可以适当去吃一些去湿作用的一些食物 你像冬瓜 玉米 小米 包括一些荷叶粥 还有萝卜 黑木耳啊 还有一些芡食 包括一些这个茯苓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去湿的食物 第四个呀 就是一定要避开湿气的这种环境 因为我们人体内产生湿气呀 除了咱们自身代谢的问题以外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和您的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您经常在潮湿 淹冷的这种环境中呢 就容易导致湿气入侵的您的体内 还有当然了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 也是占很大一方面的 也像熬夜啊 不运动啊 暴饮暴食啊 等等也都会导致湿气的出现 好了 玉米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呢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同时不要忘了